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面向当中的这条沟 这条沟是在哪呢?在人中上面 人中是彼此下方沟渠状的这种欧陷处 那么人中深长而明显的人 性格比较坚韧,生命力比较旺盛 具有耐性和毅力,终晚年运程颇佳 而且子息咸凉,福寿绵长 而且人中短而浅的人相反 个性比较被动,缺少企图心 而且容易产生自我矛盾 像这种人中就比较深 这就是偏浅一点 那么人生也是常会感到牢碌 终晚年的难有建设性的一些发挥 而无法实现突破 这个形式多有有始无终 人中平坦没有痕迹的人 个性是比较内向的 平和,行事保守 拘谨,不喜欢繁琐的事物 或者是比较担重的责任 生活平淡,闲事比较好一些 那么也不太有什么野心 很少有强烈的欲望 那么下面讲一种非常少的情况 就人中有横文 在中晚年时应该要防止一些挫折 灾恶,接踵而来 健康健佳,生活奔劳 而且不安定 而且这个横文如果是深 而且长的话 常会为子女晚辈操心 女子人中如果见横文 需要防止这个生理方面的毛病 就难遣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还有一种人 就是人中上窄下宽 上窄下宽 这个毅力坚强 刻苦努力,摆手成家 而且这个中年时期奋斗过程 是比较艰辛的 但是在晚景呢 是非常不错 可以想到轻浮 那么人中上宽下宽 相反的话 是上宽下宽 这种情况 那么个性比较敏感多疑 度量呢稍显不足 缺乏耐心和定力 目标呢不易坚守 常会中途变化 如果是中年时期 努力不够 那么晚景就凄凉了 人中部位比较细窄的人呢 个性比较多愁善感 优柔寡断 也比较自私 气量比较小 放不开 心胸 往往是这个 这个胆小怕事 晚景呢 有一些独居的情况发生 人中如果是宽阔 个性开朗 坦诚 具有这个容人之量 气度颇佳 举止重容 那么人际关系 也是非常的圆满 中晚年的靠自我实力 能够得到各方助力 获得成就 人中部位 如果是说上下狭窄 中间宽厚 这种人比较少见 大多数身体方面是有一些病痛 或者外伤 子息运稍弱 或者是跟子女观念 互异 容易形成代沟的问题 好了 有关这个人中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要面向 访问的客户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